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不如第二次直入少年的你 拿到八個獎入 三個大家都有看過 阿楓也有很多 金刀看了嗎? 金刀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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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叔叔沒看 叔叔懷愛 樓花沒看 戲盤有沒有看呢? 戲盤沒看 不如先講少年的你 開始講這部吧 拿到八個大獎 少年的你 那八個大獎是哪八個大獎 讓我查一下 能否說出來 最佳電影 最佳導演 最佳編劇 最佳女主角 新演員 攝影 造型 歌曲 都有八個大獎 這個成績就是大滿冠 相當不錯 怎麼看法呢? 年青人 看看你怎麼說 好像不是很積極地說的 最佳電影 我沒有看叔叔 因為我聽回來 叔叔也是一個很強勁的對手 那我就 說完的你 我就 怎麼說呢? 就是她的 憂... 你沒話好說就沒話好說 不不 我想怎樣做 怎麼可以客氣地這樣說 因為這個世界是很危險的 不是 她的憂... 你自己先做一些資料先這樣 不是 做一些準備先這樣 你看我做了準備的 是的 不是 她的憂決 我覺得都很明顯 我們應該說 她有很多... 開頭 她... 應該這麼說 如果假設說 我覺得開頭 就普普通通差一點 中間那一段就... 傳得不錯 到最後呢 就跌回一些套路 我又開始沒那麼喜歡 變回一些很明顯的巧 反而中間相處的一些 生活感的東西 或者一些小小的... 不花那麼多時間去講劇情的東西 或者兩個人的關係 我覺得挺好看的 如果這樣講起來呢 這部戲呢 基本上呢 是兩方面 通常她說拿獎呢 都是分兩大方面的 第一方面呢 就是她那個叫做 真係那些叫大獎 另一方面那些叫做 技術獎 那如果她大獎那個 那最佳電影 最佳導演 最佳編劇 最佳男女主角呢 那她拿一個女主角 周冬雨 那這些都叫做大獎 新演員 那個... 易陽千歳 易陽千歳 那這些叫做大獎 就是爭得最激烈的那些 那另外那些 就多數叫做技術獎 還有你看那些 預算的問題來的 那譬如她拿到最佳造型設計 最佳攝影 最佳歌曲 那是造型設計 還有這個攝影呢 都可以特別提一提的 這個... 這兩個... 三個 還有歌曲 都是... 你對於說 都是香港的電影人 來的 這樣就... 不然之 她這個是... 兩方面 她都是拿到... 拿到那些重要的成就 來的 那你又怎麼看呢 那... 洪仔你又怎麼說 一下 那是... 我撇開她 只有什麼獎 然後我不想... 好啊 好啊 反而... 反而她... 哦 你又有其他東西說的 反而她... 這部電影出現 代表那個... 合拍片 那個外形外觀 而我會看到她 因為她是香港導演 整個班底 有一些香港精神在 是看到... 在電影裡面都看到的 嗯... 我很喜歡把它... 變成三段的看 嗯... 我... 看到... 頭一段呢 那個... 那個起手呢 當然陌生啊 就是校園啊 欺凌啊 那麼香港... 不是怎麼碰到的東西 或者碰到的東西 都不會那麼...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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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那麼... 那... 那麼... 那麼... 那... 我就... 很...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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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看到的就是去處理那個場景 這個我曾見過 很多導演為了要表達一個美麗的景色 隨時會打燈 反而他拍這個社區 正正在最後一段 看到我很開心 我覺得不知是否香港導演有層陌生感 才能拍到這件事 譬如 其實這些導演都做到這些事情 劉偉強 都可以拍到一些內地景拍得很漂亮 我整體說 這個應該是重慶的 他沒有說一個地區的實體 等到像武漢變女漢 抽象的一個區域 但感覺應該跟花椒之味一樣 重慶世界 長江流域的那些地方 好 繼續 還有一個區域 是的 那麼我變成是 如果你將很多人將他的得獎 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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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偉偉 劉偉偉 劉偉偉 好像我們也做過專題 其實也有說過一個 有幾個我不喜歡的那個恩由 再深入一點來說 冷靜點過來看 這部戲我覺得它有三個 Pre вот 挺有趣 但可以快一點講 第一我覺得你會看到 周冬雨去說她成長了 那一開始的時候 她已經當老師 是英文教師 而英文教师,我觉得他的照片是突然的主题 还有我想在内地的观众里面 他都会觉得这部戏会有些摩登或者语别不同 就是他解释那个was 他解释那个was 意思就是一种过去式 里面大家不要小看他 他有一个角度 但是不完整的 整个故事发展出来的时候不完整 因为他可能有很多东西欲言万止 这个其中一个你会看到他的角色 他有一种印字 就是想将少年的你那样东西 就把他发出来 第二个我觉得如果你看到尾的时候 他就很关注一种拍摄的方式 是有监听器在那里的 有CCTV在那里的 我想之前那时候你没有留意的话 你现在回看 还有你看完了《隐形客》之后 你可能就更加看到 你没有看到 你听我们电影有毒 我们讲《隐形客》那时候 其实我强调了一样东西 就是无形的监视 第三个点 我一直都觉得这部电影最关键的 就是刚才你说的 导演他有那个世界 他说是对的 导演你可以有那个世界 但是《随事作者》 我觉得这部电影有一个大作者 这个大作者里面就是你会看到 大家可以做一个举例 我研究那个中港合作案的时候 他往往是觉得 在香港电影的合拍片里面 他放这个点 怎样都好过 就这样完全纯粹大陆片 他们来做的那些好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公安的角度 公安的角度 而他那个角度 他最有趣的角度 就是他有两兄弟 不是两个partner 一个大一点 一个小一点的partner 就是代表两种不同的角度 来去看 故事里面 整件事的事件 而往往就告诉你 就是 年轻的那个 他往往有一种叫做 在受试验 temptation 就出了那个问题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善连的理呢 我觉得那个 应该是第二主角 那个公安呢 年轻公安呢 他有几次讲大话的 那部戏里面那里 那这个呢 你说说 善连的理呢 其中一个举例 但这个呢 我觉得他做一个更加精彩的 就是善女幽云 善女幽云 他将导使呢 就变成了一个聂妖师 而是将燕尺霞 那个呢 有两个师兄弟 那将捉妖 这件事呢 就摆得很清楚了 就是这些人 里面那些主角呢 他做捉妖 除魔 捉罪犯 那些 那么 他这个呢 对比回呢 你会看回呢 有几部的电影 我觉得可以延伸阅读的 就是我讲这个题目呢 这个我觉得就是他 里面现在你看到内地电影 他对整个社会 他们用什么意识形态去看呢 那这个呢 就可以做出一个文章 那在内地方面呢 你就看就是 上年呢 我觉得又不应该拿 电影那个什么 《我不是约臣》 《我不是约臣》 前年 前年 上年 上年 他拿了什么的嘛 《我不是约臣》 还有一个更加明显 就给大家看到的 你看到那里 就是那里叫做 陈海哥那里 《导师乐山》 《导师下山》 是啊 因为他里面呢 他就讲了 现在他们内地 是有两种态度 是对自己的国家的 那种叫群众 或者他对香港呢 他怎样来看那里呢 你会看到 很明显 讲给大家听 有大小派 在那里 那大小派呢 他里面那里呢 他里面的用法呢 就算你的少年的利 他都讲给大家听 无论你怎样来看这些 这些叫《导师》啊 或者这些公安呢 那些东西都好 那他呢 就是 里面所讲的 都是说 他们有两派的看法 他知道老的派呢 就有人不同 另一派呢 是战狼的派来的 战狼的派呢 就想用一些新的观点来做 那你 你还要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 这个戏里面 我觉得 是不是 原本 导演編剧啊 或者监制他们讲的意图 是百分百呢 他也有这些东西呢 还是 或者后来那里呢 他有審查的时候 添加下去呢 这个可以研究 但是 那他呢 即使他现在 他拿到香港 今届这么多奖项的时候 就更加值得讲 因为 你会看到 香港都有不少 有票的 那些 评审 他们都拜的 那拜那里呢 不知道是否颜色之分 大家想想想 那我讲这三个点 我觉得很过瘾的 监视系统 那个WAS 叫做疯狂英语 加上这个 就是导师下山 导师下山 其实就是解放军下山 他里面有很多的戏 就是说 他对法政的看法 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部呢 我反而最想提到 有一部戏 跳过去的那部 叫做银河宝集班 最后 这个上年呢 我想大家都有很多 你有没有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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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的理》呢 有一件事呢 我觉得呢 这一段戏呢 好像是 那叫做是 内地的电影的 那些有心人 他都有感而发 但是他有感而发 那时候呢 那个方式 好像过春天那样 他过到关 这样去发 就是 有篇文 考试的时候呢 他出了一篇文的 这个呢 跟《少年的理》 又是出了一篇文的 那篇文呢 基本上呢 你会看 无论怎样说 会不会存在呢 你交那篇文的东西 这个呢 就更加明显了 就出了一篇文 而那篇文呢 就差不多 后面那三分之二之后呢 就变了一个很关键 就是说 那篇文呢 就是这个叫做 是年轻人的声音 就说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 其实四年底下半段 不是那么没有 那你看这部 其实 这部你要发觉 下半段应该是这里来的 那这部戏呢 《银河保证班》呢 如果你看的时候 为什么说要注意呢 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他有回应 之前有两部电影的 一部呢 叫《长江七号》 也都是说 大陆教育界的那些 第一个呢 就是《小弟》也是编剧的那部 《魔法小胡佬》 嗯 那也是呢 就是说现在的那个 教育界 是对年轻的那些人呢 就是那些年轻人 尤其是内地年轻人呢 他有什么角度 告诉你呢 那种叫教育的那个性质呢 原来就跟我们香港眼看的 应该教育是不同的 那现在香港的教育呢 有一个面对很大的危机 那就是跳返那个叫 《不是少年的你》 《少年返》 《少年返》 因为这部《少年返》呢 我那时候呢 就上一次电影 有读 那时一讲起 也有提及的 因为他里面呢 你可能找到呢 这个已经很久了 那些人提及这个电影 都说八十年代那时 军动一时的一部电影 因为这部呢 是南方珠江他们拍的一部电影 但是呢 就在香港也有一个很大的回响 那个回响呢 其实香港很多影评 提出呢 就说很害怕这个电影里面所讲的那个世界 它里面就有一个串白衣的公安 它看着那些东西呢 即是说 你们这样做呢 我们就可以提出你的 你很坦白 你讲的那些东西呢 就可以解决了那个问题 到那一刻那时呢 就是这种 就是说 超越了以前的 旧式那些 讲的家长制那些 那些 你看完这部 《延伸阅读》呢 我觉得《少年返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引发来的 就算呢 如果呢 有些 你跟大家讨论这部电影 和内地的年轻人呢 可能他都很喜欢这部电影 叫他看完我们刚才所讲的那部电影 那我觉得呢 就可能呢 就是里面呢 会有 有很多 即是 在深入呢 去看这部电影 他的那个时代性 和他有一些意义 好 差不多了 是不是你有些事情要补充呢 不如下一次来补充呢 好 那第三节再和大家 电影有毒